隔著燒的焦黑的鐵窗也要怒吼 因為家園被炸得體無頑膚 基輔北部這棟公寓周一遇襲 造成一死六傷 另外中部也有住宅區被轟炸 季美籍記者瑞諾被俄羅斯大兵槍殺後 現在又傳出福斯新聞記者 在基輔附近採訪也受傷 面對一波波轟炸來勢洶洶 烏軍當然不敢示弱 在樹叢裡發射破擊炮導彈 無人機轟炸 另外在南部城市 馬里乌波爾的特種部隊 坦克車炮火回擊俄羅斯攻勢 親眼看到房屋複製一具 一名母親牽著小孩在街頭 難過的痛哭失聲 而空襲繼續下 民眾顧不了那麼多 趕緊躲到防空洞內避難 俄羅斯也不斷朝西北部戰線推進 距離波蘭只有160公里的羅夫諾州 一座電視塔和行政大樓 也被飛彈打中至少9人死亡 而烏東親俄地區盾內刺客 同樣戰火威脅 俄羅斯方面指控 烏克蘭部隊朝平民發射導彈犯下戰爭罪 不過烏克蘭則反稱是當地親俄人士 自導自演刻意製造混亂 TVBS新聞 中午島 而說來讓人感慨的是 假如您去查Google 那些烏克蘭城鎮呢 在Google裡頭 您可以看到他們在戰火前的美麗接近 只不過現在都已經被俄羅斯的炮火摧毀 不過烏克蘭民眾的意志沒有被摧折 就有俄羅斯前KGB成員坦誠 普京要拿下整個烏克蘭沒那麼容易 雲梯車上老奶奶痛苦哀嚎 俄羅斯軍方週一清晨在空襲基辅一處民宅社區 但不只公寓大樓 俄羅斯還再次對醫院出手 這次被攻擊的醫院 是位在烏克蘭東部的沃爾諾瓦哈 醫院內包含斷層 掃描設備和各式的文件都被炸爛 走廊內外還躺著幾具屍體 悲慘畫面連醫生都認不住內風 附近一住東正教教堂 也被炸到屋頂歪斜 一名老夫人氣不成聲 因為來不及救自己的媽媽 上禮拜遭俄羅斯殘忍轟炸的 馬里乌波爾婦產科醫院 傳出不幸的消息 一名孕婦和胎兒證實不幸喪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坦言 馬里乌波爾的撤離行動困難重重 因為俄羅斯連協助撤離的東正教人士都要阻擋 而基辅近郊的伊爾平撤離過程也顯像緩身 連市長本人都得換上迷彩軍裝全面戒備 現在烏克蘭各地的市長都要繃緊神經 因為短短時間接連有兩名市長被俄羅斯綁架 沒力脫波爾市民眾因此上街抗議 基辅市長則怒強俄羅斯 烏克蘭全民頑強抵抗俄羅斯 先前遭占領的南部城市赫尔松 持續有民眾上街示威 就連俄羅斯士兵當街開槍 現場民眾依舊絲毫不害怕繼續對二兵嗆瞎 而對實際在前線作戰的烏克蘭士兵而言 保持冷靜更是重要 每當炮彈來襲 所有人就在口號聲中趴下掩護 完全不見恐懼的身形 俄羅斯狂轟滅炸還在北部城市留下衛爆彈 導致烏克蘭得出動特殊機具將衛爆彈取出 令各界亞裔的是烏克蘭在戰火之下還能正常營運火車 背後靠的是員工火速搶修 所有人小心翼翼 甚至不敢在同一個地點多坐停留 也不敢隨意開啟網路 雖然俄羅斯還不放棄拿下整個烏克蘭 但一名前KGB探員認為絕對沒這麼簡單 他甚至認為普京面臨騎虎南下的局面 俄羅斯因為攻打烏克蘭釀成的人命損失 短時間之內只會越來越多 GV新聞綜合報導 所以這邊有個問題再要請教展玉 之前曾經有報導說普京是被身邊的人物導 以為烏克蘭會很快就打下來 現在是不是普京終於比較了解實際情況了呢 展玉 是的確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普京的盟友也是俄羅斯 他的國家禁衛隊的總司令佐洛托夫 這個人物因為他過去長期以來都是輔佐著父親 普京是普京的盟友 不過他最近是跟路透社來坦誠 的確俄羅斯部隊目前在烏克蘭的行動 是遭遇到了一點困難 進度上面的確已經出現落後的狀況 不過佐洛托夫他是指控 烏克蘭的部隊是將平民百姓當作人肉盾牌來使用 希望用這種方式來阻擋俄羅斯部隊的前進 而這也是導致俄羅斯目前進展不順利的一個原因之一 而除此之外 其實美國的五角大廈發言人科比 今天在例行記者會當中也的確提到了 俄羅斯的部隊目前在地面上的攻勢 其實不如他們和西方國家的一些預測 而事實上五角大廈也評估 過去的一個星期 俄羅斯在上個星期 他其實已經折損了2000到4000名左右 這樣的一個兵力 可見整個俄羅斯部隊在烏克蘭 是遭遇到非常大的抵抗 不過儘管如此 普京目前似乎還是比較相信他的國防部長 因為俄羅斯的官方現在還是對外宣稱 他們在烏克蘭的行動是繼續非常的順利的 一切都是按照計畫來進行 主播 聽起來俄羅斯軍方好像死不悔改 昨天我們報導 烏克蘭西部有一個基地被轟 而且據了解那個基地跟北約有一些關係 有一些淵源 那麼展芋現在北約方面有什麼回應嗎 是的確 我們現在看到的畫面 就是北約 他今天開始是在挪威的邊境附近 是進行了2022年的酷寒反映的軍事演習 而這場演習他一共有3萬人來參加 而且他的地點就在挪威的邊境 距離俄羅斯只有300多公里遠 可以說是距離俄羅斯非常的接近 而且因為這次演習的規模非常的龐大 他一共有27個國家 3萬多名的士兵來參加 而事實上這似乎也是帶給俄羅斯 一定程度的警告 因為過去幾天 俄羅斯是朝烏克蘭的西部 是持續的發動空襲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在華沙的特派記者劉婷婷 他也帶給我們的最新消息就是 波蘭那邊現在也在擔心 在俄羅斯在攻下烏克蘭之後 接下來是不是可能進一步的 往波蘭來進軍 而剛好現在北約 從今天開始到4月1號 就要進行他們的軍事演習 事實上這場軍事演習 他是在8個月前 就已經對外來宣布 他並不是針對俄羅斯的行動 來進行的一個演習 不過因為時間點實在是太過巧妙了 或許這也能夠給俄羅斯 帶來一定程度的警告 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 主播 好 那麼謝謝展玉 帶來這幾個最新的畫面跟訊息 就希望這一連串新的進展 可以同時讓會議桌上 這會談 烏俄的會談 可以有一些進展 確實昨天在這個時候 我們討論烏克蘭跟俄羅斯的視訊會談 只不過談了4小時之後 這個會談是技術性暫停 而且還傳出個說法 說烏克蘭可能會妥協 只不過目前掌握的訊息是 這所謂妥協的說法 恐怕是莫斯科在放消息 停止不前的烏克蘭和俄羅斯 談判定入第四輪 雙方會談四小時後 進入技術性暫停 烏克蘭代表波多利亞科 發文表示 目前唯一訴求 仍然是俄軍停火並撤軍 這時的談判陷入困難 15號將會繼續會談 與此同時 卻不斷傳出烏克蘭妥協 將簽和平協議的消息 但來源和真實興趣無從可考 外界將矛頭指向莫斯科 動機令人蠢疑 而總統澤洛斯基最新表示 俄羅斯不再下最後通牒 甚至要求投降 態度顯然不再強硬 渴望有重大突破 俄羅斯基周一在釋出影片 這次一樣大膽站在大街上 完全沒有遮蔽物遮掩 經過莫斯科不斷放話抓他 顯然完全不避諱 只是俄羅斯基的人生危機 似乎尚未解除 週一晚間 澤洛斯基原本要在歐洲理事會議 舉行視訊演說 就在開始前四小時 臨時取消 由烏克蘭總理上陣 理由是澤洛斯基遇上非常緊急 無法預知的情況 處境也引發擔憂 澤洛斯基透過自家總理 喊話歐洲理事會 將俄羅斯逐出組織 週三台灣時間晚上九點 也將在美國國會視訊演說 為烏克蘭爭取更多支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那麼就因為情勢不明 今天台北股市一路低檔 新台幣也中扁 那麼今天1600新經濟 我們就要先請主播詹書涵 帶大家看看 專家認為新台幣的匯率 未來會怎麼走呢 確實是這樣子 馬上告訴大家是今天台幣 是扁了8.2分 那麼價格是在28.612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一個扁是非常明顯的 一個情形 主要受到哪一些影響 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主要就是聯準會升息 所以外資搶會 美元轉搶的關係 再來就是現在受到疫情影響 在深圳這邊是封城的情況 台廠停工 外資也出逃了 而且熱錢從台灣不斷的逃出去 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 吳爾戰爭的部分 現在市場籠罩的是高度的不確定性 所以現在惠營主管也分析 他認為這樣子一個貶式的狀態 恐怕還沒完 而且不排除會下探到28.8元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們就看到 這個會價貶破了28.5元 現在賣會潮卻是一個減少的狀況 也呼應了他這樣的一個說法 表示什麼呢 就出口商拋會的賣壓去化已經差不多 再來就是他們研判這個會價 恐怕還要繼續來下探 還會繼續扁下去 所以現在是一個普遍吸收的狀況 未來有一個觀察重點 就是在去年 低點是28.696元 這樣的一個低點 是否會被突破 未來有待關注 不過舒凱你剛剛提到 仙鎮的封城 能造成大家心裡頭有一點七上八下 那麼接下來也請您為大家整理 大陸疫情對台灣產業 又會有多少多大的衝擊呢 確實就像安琪所說的 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在蠻多的一個不同的面向 我們就來看到 他們封城的時間點 是決定在3月14號 一直到3月20號 將會封城一周 包括了深圳 東莞 都是如此的 我們知道台廠的自行車重鎮在深圳 再來是這兩地 有超過6000家的一個台灣企業 上市櫃大約也有60家 所以看得出來 其實有很多我們的台廠都在當地 相關會影響的產業面有哪些 我們首先看到蘋果的供應鏈 首當其衝 再來是印刷電路板 還有自行車被動元件 還有電源供應器 這一波通通都會被影響到的 鴻海就表示說 他們已經運用其他的 備源廠區來進行生產的調配 所以公司的產業 這個業務還有財務 現在是佔無影響 不過也可以看到 它只是表示說暫時無影響 如果長期停下去 還是會受到影響的 再來看到 深圳的台協會長 陳忠和就表示 台商已經提前來生產了 而且預留了庫存的材料 所以短期的停工 不會受到影響 那是否會有比較大的一個衝擊 恐怕就要看 這個封城會不會持續下去 好 我們另外也來看看 房地產市場 通常我們在這個時候 講到房地產 已經好長一陣子說 一直在漲 一直在漲 不過現在想要出手買房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因素 要考慮 蘇海 確實是如此 因為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這個升息的壓力一直都在的 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最近滿氣非常旺 所以全台25區 房貸超過千萬 所以現在你來看一下 這個台北市的部分 最高的地區落在大安區 平均是超過2000萬 這是全台唯一突破2000萬的地方 最低點是萬華區 平均也要破千萬 1061萬 再來新北市 你可以看到新店1250萬 林口12005萬 專家也表示說 林口地區比較特別 它雖然單價比較低 但是它出現了很多 比較大型的物件 所以變成單價低 但總價高的一個情況了 而台中市包括南屯區 西屯區 高雄市的古山區 那通通都是破千萬的 那六都以外的話 就是新竹 竹北了 這個地方是達到了1239萬 也是破千萬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這個 新義房屋的不動產 氣岩專案的經理就表示說 其實現在的房貸 比起2009年已經多了一倍 如果這個利率 進入到升息的循環 而且看起來就是會升息 那升息的力道會怎麼樣 也不知道是不是會一直升息下去 如果進入到升息的循環的話 那麼25區的這個都會區 都會非常有感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 進入到一個深深不息的 一個循環狀況的話 那你如果背著房貸 那整個壓力恐怕就會 直接壓上來了 所以也是大家買房必須要考慮的 那麼更多的消息 也歡迎您掃描我旁邊的QR Code 同時你也可以在App Store 還有臉書粉絲團 然後還有YT上頭來搜尋 我們的TVB Plus 國際加Plus的 這樣子的一個App 帶您掌握訊息 不露街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新經濟 歡迎你們請把錢交出來 我們要一起開一間店 接個節目我還沒賺錢 我要